接著到下一部介紹的新番 今季有很多所謂的陰陽師 驅魔那類型的東西 今季有很多花雜香菜 你弄錯了 你弄錯了 這是戰鬥番的童玩 接著我們要說的那部就是東京昏 這部真是慘了 只有看花雜 沒東西看了 就是你管了 因為堅持有看花雜 有沒有東西看 一開始就很典型 一個黑面又說跟別人做約定 這些是插旗 小時候已經跟一個女生約定一些插旗 但如果根據這個走向的話 這個女生可能是N個不同的女生都有做女生的條件 其實是後宮電影 不知道 有機會 很明顯的 開始主角好像與世無真 其實主角春虎 因為他沒有見鬼的能力 動畫中應該是開眼的能力 就是開眼的能力 總之沒有這個能力 雖然我覺得開眼了 其實沒有什麼用 畜生的土耳門家是呂陰陽師有名的家世 他沒有能力 不能繼承這個家世 對他來說 其實他是想掃陰陽師 但他沒有這個才能 所以他就放棄了 想到拍下單瓶吧 拍下讀書 那故事就結束了 然後那個故事很典型的 就是女主角多年之後 等一下 誰是女主角 發大幸財 然後回歸了 就是裝潢裏面 你說有另一個 我覺得他才是 即是在現階段的五集裏面 四集還是五集裏面 就是比較搶的就是不斗 不斗 比較搶的就是不斗 不斗比較搶的嗎 他好像敵對角色比較搶的 不斗比較搶的 我再說 不斗才是不斗正常 不斗正常 不斗的角色就是 青梅竹馬 簡單來說是一個應援團 什麼應援團 不斷吹立了想做陰陽師 你做陰陽師吧 為什麼不做 做陰陽師很好的 有多少你公開一半給我 真的可以買車買樓的 然後一開始就已經說了一件大事件 又是大事件 鄉巧也是大事件 很全大事件 要人體念成 人體念成 但其實又是很典型的那種 就是 沒錯事件好像很大 但好像沒什麼派過人 全部都是派點易打撈 就覺得可以搞定這件事的人 因為整件事裡面 下目其實是否真的為了這件事回來 他最主要其實不是為了這件事回來 他剛好在這件事件發生的期間 他在這個位置 是錯了 其實他是用了色神 沒有色神用才回來 不是的 因為你見到他政府機關 都知道那個06 很危險 找人抓他 但是找KTFA捉他 我覺得是完全疏 又是那種 是呀 事件很大 但是他又不可以派這麼厲害 因為派這麼厲害的人 事件解決完 但是主角就沒有機會出場了 我寧願不斷說他沒有人來抓他 他有沒有太好 沒有人知道 但主角也知道 也算了 但政府也知道 算了 算了 就當男主角被出場了 你就說這一節 其實寧陸就是為了復活他哥 人體練成是禁止的 應該說 他哥應該是因為某些事而死了 他是很輕控的存在 他要復活他哥 就要執行一個儀式 但是大使宣言就說 我會在幾時幾日執行這個意識 他又沒有說什麼 他表現的感覺不是這樣 他夠強力阻止我 因為他一開始 其中一個目標 就是他要下目的靈力 才可以達成這個復活的儀式 但是他沒有說一定要下目的靈力 他要靈力 靈力 因為他這個法術是土耳門家的法術 所以他要土耳門家的靈力 其實很容易 下目沒有回來就能播 那次入檢就是 下目是不知道這件事 他回來其實是為了找兒子 靈鹿為何會來 就是因為他知道下目回來了 而剛巧就是要執行這個儀式的地方 就是鄉下的地區 而政府那個人就明知這傢伙想用禁術 但是他又派了一些 人家靈鹿是十二神像 假假的你都派回十二神像 幫拖啊大哥 他派很多人拿槍打一團 會不會十二神像都不是政府的人 十二神像一定是政府的人 你上電視就看到 你叫國家要考核的 還是政府人來的 當然人家很忙的 忙什麼 政府給錢你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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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難道我不行 其實他們會不會知道那個儀式 會促使靈鹿死亡呢? 不是他知道 因為叫做什麼呢? 正正是因為 之前的大災難就是因為這個儀式 就是這個儀式 簡單來說是會 導致一些不好的東西存在發生 是會 世界滅亡 甚至是 或者影響到什麼鬼東西 一個大靈災 然後十二神像又不是拍一拍KFA 而且是拿槍的 你說拿一些劍 可能有法令到時候都說好 又不是很會拿槍的 這些都叫做OK 你擺明是叫做製造危機 所謂的製造危機 當然你說這些他一定會和主角遭遇到 然後接著 那一幕就是春虎看到零錄的時候 然後他扮他 好似是因為一直看東京是假扮男孩的 所以他以為他是他 這幕好像不是說得很清楚 這幕不是說得很清楚 不過你說 根據之後的劇你來說 應該是這樣的意思 但問題都出現 你知道男孩 你應該知道他什麼樣子 差那麼遠的樣子 不重要 但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 一眼看穿穿穿 你沒有能力 你肯定不是他 而那一幕的重點就是 告訴你 不斗見到被NTR 錯 完全錯了 NTR這些附加效果 你只是看到零錄的設計是很高的 你可以是塞了一張字 而那兒子是不知道的 首先 這裡顯身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解讀就是 零錄在哲文方面的技巧是非常高 你原來看那些地方 第二 為什麼不斗會這麼生氣 你很享受 你連塞了一張字 你也不知道 你也會享受 你也會享受 他也不知道這件事 連男主角也不知道 他有一張字在口裡 即是他享受到語言 記得了 有些意外神經的喉嚨度 也不知道 可能是一條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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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身 所以他就是技巧高 所以我不會 這個才是第一個結論 就是 零錄的摺文技巧 是很高 很高 很高 OK了 會不會是反過來 是春苦 這條舌頭 其實沒有什麼感覺 你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我們也不可以 其實是某程度的殘障 行不行 也行 你可以 你想多了就算 然後跟著 因為借助 他預計 就是阿春虎 會和下木接觸 所以就利用阿春虎 去奪取下木的靈力 那個方法是 弄了一個 類似密封的色實 在春虎的身裏 然後當他看到下木的時候 就會飛出來 黏著這個下木 來吸出來的靈力 這個其實 我們認真點 認真點去看這件事 即使你舌技有多高 也好 就算你把這條紙拿到他的喉嚨 應該會不舒服 也不可能拿到他的圍腦 套 化了 這個不是人 會化了 套下去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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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下去可以 你藏在口裡 譬如說 捲到一個 好像子彈那樣的東西 然後一摺 一摺的時候 套下去 平時一粒一粒 完全不經過他的任何 你那些感覺的氣管 我也是說 這個已經超乎技術 甚至可能是一種陰陽術 陰陽術有革命的 OK 只有我相信 總之 結果已經是導致這樣 總之他能夠突襲 然後奪取了領力 然後在這個中途裏 但他的領力可以 藉由休息恢復 不是 退回指定的地點 退回指定的地點 然後會恢復 這些是RPG的設定 他有一個老家 算了 我當你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最點是可以恢復 我睡覺 我知道 是可以做到這件事 你不可以 消除一切 異常狀態 才恢復你的HPMP 其實可以在平日 直由這個色神吸出的靈力 可以製造很多後備靈力出來 可能是靈 你又很難說 因為可能是靈魯特別的法術 你又未必知道 因為我們在五集裏面 也沒有說過 所謂的系統的東西 只知道什麼叫法術 還有一些類似 像Panestola的東西出現 就是叫色神 那些色神 其實他們的色神 的範圍 我覺得是很趕的 細字密封 大字那些機械自主 細字一張紙 就是我們很典型的 所謂的符咒 大致就是召喚 不知道哪裏召喚出來的 精神召喚出來的 甚至是軍用機械人 都可以叫色神 然後發展到最後 其實人都是色神 但是他又可以把人變成色神 這個彈欣再說 他怎樣變成色神 他其實很白 一顆星 都不知道做什麼事 不要理會 這件事 OK 接著就是因為 再次就是那班 騎得飛的追捕員 政府就沒有了 無能的公佈 可以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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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可以 那些騎得飛的追捕員 最後就是阻止不了 因為 最初以為阻止到零六 因為就算你是十二神像也好 只要我們這麼多個 對 車輪自然 然後他就召喚了一個更強的色神 機械之珠 對 機械之珠 對 機械之珠 然後因為主角 這些典型的主角 建議勇為 走出去 然後 然後 他叫了聲音 他電話響 不斗打給他 總之是他在敵人面前 敵人不會殺他 然後 其實那種感覺也挺划算的 又是有一點點 不知道 最近的說得也是這樣的 一個沒有份量的人 去說得一個很沉重的 證明你看得太重 這動畫其實不想這樣說 Sorry 不是 人家靈鹿就是堅持服我 靈鹿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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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要門家做這件事 你犧牲其他人 我現在是用我自己的命 關你鬼事嗎 你不要妨礙我 個人因素上 避似大為因素上 你吐味銷 不用說我 你們自己去做 然後 春虎又說 就算你報了你哥哥 都會不開心 靈鹿就是 那些是很虛無的理由 在零六的個案 其實他是有一個贖罪的 他想用他自己的命換回他哥哥的命 他覺得他哥哥才應該身處 如果你這樣說他哥哥不開心 其實不關他的事 他哥哥不開心 前提前已經是他要復活了 你想想這個概念 你知道自己講的什麼嗎 除非他之前認識零六的哥哥 那就不同 然後重點實在 看畫面上 零六似乎是有少許是被他說服到的 那一刻才出奇 然後為什麼突然之間又好像沒有頭主 就是因為有個死不去的公務員 然後就突襲他 然後他趴在地上 突然之間就說他應該這樣說零六發言了一樣 春虎以後其實是沒有說話的 所以那一刻一刻就打醒了他 然後就知道這傢伙原來不知道在說什麼 所以就肯拿殺手想殺了他 然後當然主角就死不去 然後他的青梅竹馬 不知道是否青梅竹馬 總之北斗就出來做了東西 一開始我也奇怪 沒血 沒有血不出奇 他還要插完之後還可以去畫一個魔法陣 在那隻東西的身上 那一刻是出奇的 就是夜人姐說的 我問他懂的嗎 他懂的嗎 然後開頭之後就出奇說 又沒有血 他是什麼來的呢 原來是色神來的 原來是一張紙來的 那一張紙可以頂得住 我不懂了 那一張紙可以頂得住 那一張紙可以頂得住 那些色神真的不錯 然後跟著 其實這件事 阿澤不知道 其實一個正常人來講 春虎是應該崩潰的 崩潰的地方做了什麼呢 絕望 頂了我也是跟一張紙說的 不是這個原因 我認識的人是一張紙 就是說 看下去春虎還可以對一張紙有好感 死了 你知道那個客人崩潰做了什麼 我對一張紙有好感 還要張紙是由人控制 就是什麼呢 人家是跟你玩AV珠亂來的遊戲 你說這張 你脫出的官仔也好 還要 很純粹就是 以我們色神的concent來講 色神的衝突 我們可以看到色神的狀況的話 你會被人真人 如果你想到這件事 你這傢伙真的會崩潰 對嗎 幸好這傢伙應該對今天熟不熟 算了 他應該不知道色神是哪個操控 我們之後知道 但他不知道 不喜歡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你一直是給那張紙去激勵 你有些喜歡了那張紙 其實很明顯就是 張紙會打給你 至少我在那幾集裡 以那個情況來講 北斗和夏末來講 我覺得他北斗的重量比夏末高 始終他成長 北斗一直陪著他 對 北斗死了 北斗是張紙 我喜歡北斗 最最張紙 加上我剛才的推論 這傢伙是很難不崩潰的 他的心理質素高嗎 也可以 他那個人又不夠正面 我又不敢說他太正面 不過也很快就震了 你看到那張紙 既然知道那張紙 可以 我只剩下一個選擇 也是 然後就 我覺得 夜行者說這件事很有利 他第一件事想的就是 立刻去找個下幕 我想成為你的男人 這件事就是 我想成為你的男人 錯 我想成為你的紙 應該是這樣才對 我女朋友現在是一張紙 不知道 所以我究竟 色神在那裡存在 色神可以和人轉來轉去 色神可以一張紙 色神可以轉成為人 應該這樣說 我都說色神是一個 是一個稱號 可能用某些的力量 你就可能 用那種性質的東西 就已經是色神 即使你是人也好 機械也好 或者是一張紙也好 你都已經 你都算是那個 當然 你說OK 他找下目 他就是為了覆卓 因為那張紙被殺了 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被成色神的儀式也挺有趣 奇怪 其實 畫個星好就OK 只是用舌頭畫 我只能說一件事 今集我不可以笑 陰陽師的洩技是很高 我只能說陰陽師的洩技是非常高 高度不幸 這東西是陰陽師而已 可以用舌頭來放釋 我是不明白 可以用手指嗎 以我認知的陰陽師的concept 可能是你有創生生命 但以我裡面的人說 只是咬手指 咬嘴唇也算 你想抹一下嘴唇也OK 但為何要用舌頭去畫 你畫得太棒 手指太粗 畫個星會很大 指甲可以嗎 畫個星會很大 指甲 那你的舌頭也很粗 不要聽你的舌頭 我不相信 我不知道 這件事簡直是神父奇奇 最底是 不過法實秘也很難說 血滑不甩 有多疊 不是成了儀式之後不甩 我覺得可以 你不明白 你沒有看鋼鏈 鋼鏈裡面的魔法神也是用血滑 沒有問題 甩是不需要 成了浸息之後 有個法律就會成為一個印記 不是會甩的 你抹就甩 可能這裡也說到抹就會甩 馬上變成一張紙 糟了 不甩洗臉 接著就趕過去 阻止靈陸復活哥哥的儀式 當然中間公務員都死了 當然了 不可以出來搞場 應該是夏木再加這個 不 我實在覺得 究竟現在誰是誰的色神 誰是誰的色神 究竟夏木是色神 還是春虎是色神 夏木的人 春虎是色神 不不不 在戰鬥畫面裡面 我只知道是春虎指揮夏木 那沒有問題 色神指導的術者 當色神知道術者廢的時候 走啊 那術者很正常啊 很合理啊 不只是走啊 你廢了 然後 當然 你說這裡 其實你要執著的就是 春虎作為一個 不懂的音容 一開始就可以發揮這麼大 當然你有保留 但是 OK 你主角威靈的東西 你看到他們拿了工具 不 他其他不懂 他其他不懂 可能他拿著劍的時候 會變成很厲害的存在 也可以 有用劍的天分 色神 色神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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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神什麼都做到 色神什麼都做到 又可以拍拖 如果說戰鬥的話 一開始我就說 我只是看得起 所謂的3D那些 機械色神 很厲害 用3D的頭一隻 這不是A3D的龍嗎 其實也算是3D的 條龍就算了 不是啊 我覺得3D很格格不入 當然啦 是格格不入的 因為其實 不配合他的畫面 很簡單 看到人是一種畫法 接著扎一條龍 是一種畫法 那些機械之珠 那些畫法 三個人不被人 擒在一起 那玩得很奇怪 不是很融合 例如說 格數 或者Theme數 我覺得是有出入的 這些我都算了 因為老實說 我覺得這套東西 我一看就知道 戰鬥這件事 他不會太過份 我都放過他了 接著 我真的最接受不到 就是OK 然後殺到他的砌壇上面 接著 被零六 用符咒封住他們 接著 我看這套東西 就覺得 既然說了符咒 那些符咒 春虎又不是那麼厲害 下目 可以爆開所有的符咒 我接受啊 大哥 他假假的高台身 下任當家 你找一個婚家 還沒有見鬼能力 還沒有開眼能力 還沒有剛剛開眼的人 還沒有說他有什麼特殊能力 他突然之間爆氣 我真的接受不到啊 大哥 不是啊 純粹他講到就是 下目他身為一個陰陽師 他的資質可能很厲害 但是他沒有經過實戰 不關事 你現在 春虎又經過實戰 有人拿著劍的時候 哇 很充滿力量 你拿著把劍 烏魯頭寶 把劍不會幫你戴ESP 大哥 下目都說 我拿著把劍之後 沒有頭寶 刺我力量都可以 對 他們被陰陽術封住 正常來說 那些是用色陰陽術的人 解釋方式 是比較好 但是一個不知頭不知 路 剛剛做色神的 人家 一聲就抹起了 所謂的那些是靠盲力 去衝破風陰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 其實很多戰鬥 做這件事 其實簡單來說 他沒有辦法 糟糕 那之前那班 政府快點 大力士圍他就搞定 力的 很夠力的 大力士 當然 那當然 這裏 無情力 當然是涉及 春虎 被他發現了 原來他跟 一支談戀愛 談戀愛 這麼多年的憤怒 可能是一次性 終於崩潰 你這樣搞 以後知道 我不開心 我不喜歡 我發脾氣 我要發神力 什麼音樂師 真的被你玩成這樣 那當然 復活了的阿哥 當然大家都知道 通常這些復活兒 復活的那個人 都是堅堅得的 我甚至覺得那個已經不是原本的歌 那是真是之門 不知道是不是 總之復活的那個人一定是不正常的 扯我的存在 然後想立刻殺掉阿玲禄 那裏的對話很划算 那裏的對話很划算 那裏我覺得很奇怪 玲禄為了扶她的歌 其實應該已經有個心理準備獻出他的性命 他好像復活了歌之後 你給我扶了你一陣 就是這個吊鬼 就是這個吊鬼 就是說我不夠 就是我維持不了 接著 靈鹿其實 你介紹一個概念去計 靈鹿是想他哥哥復活 他哥哥 這個真的是他哥哥 他哥哥說不夠 我還要更加多的心靈力的力量 就要找你祭祺 然後你阿妹叫你 先打敗 你覺不覺得你的概念很有問題 究竟你是想你哥哥死還是不死 他哥哥在崩潰的期間 不是 他想到一些東西 他旁邊還有兩個人 他立刻想到 我可不可以不用我的命呢 這樣不行 他開始就遇到他這個人 大哥 他上次展開 他上次展開 殺有介事說 我現在用我自己的命 這種邪惡的角色 他說的東西都算了 很明顯 不是的 因為他一開始就遇到他一個人做的 他沒有讓他進來 他封實他的結果 那現在有 你不用嗎 當然是用吧 不是 你原本是你用 一個人用 一個人用 你已經明白 在他哥哥的角度 那兩個人 一個很正面地去想 他說他被封印封住了 單間才吃到未遲 前面有一個近的 當然是先吃了 近水流台才得月 他都挺貪心的 最後當然 其實這類型的 其實復活了 又好像很厲害 然後又被人一夜打爆 你錯了 復活了 這個世界要復越弱 最後就是 二次解決了 原來 解決了嗎 很快 年齡之後 是不是被人捉了 還是什麼都不知道 現在金貴興的 那些事情 不太交代得清楚 不用交代 你知道的 要的大陸 你什麼都沒有鬼 之後 要發揮你的想像力 然後我們應該說一個最重點 接著就是什麼 到夏木 就拿著 明哥說春虎給了一張紙出來之後 夏木就說 其實這個應該是遙控式的色神 他這裏才說 其實這下是最崩潰的 就是說 撐 原來這個是虛擬角色來的 大會心 如果我見到那個人 我有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可能是兒子 可能是女兒 你會說色神變出來 不是 人家那個 一文詩說online game 要他操控 是嗎 就是 在這個更加 我喜歡了張紙 如果張紙自己有意識 都可以說 這個超越物種的愛 都叫可高可一 對不對 但是 原來不是 就是 給夏木再講一講的時候 很明顯他是很想春虎 在一個崩潰 崩潰完 不是他可以安慰他 當然我們知道 其實 北斗就是 其實是夏木 派過來 不是他操控他 他是 鑽研怎樣去追求春虎 他不應該拜一張這麼少 他應該整套 可能是後宮式故事 看他喜歡變態 調查完之後 他自己成為那個類型 然後消滅了色神 是否可以 有黑層就有金髮來 有句語 其實如果我這樣想的話 真的 你真的好像剛才二人家說 很多女兒 然後到夏木回來的時候 扮一個受迫害的角色 然後就控制了整個色神 劇本也是他 角色人也是他 不是他要做調查 調查完之後 當然要報個局 讓他放棄所有女生 然後一生一二對 夏木 是不是大屠殺 殺殺所有女生 你要做一個可歌可歌的故事 當然可能 夏木沒有什麼了解 最終其實他 他都想 暗示 我不明白 其實那時候是很蠢的 不過也是他自己衰了 如果讓春虎知道 原來我之前喜歡的女兒 是我的青梅竹馬 的計劃通的計劃 我一定不會喜歡她 但是你想一想 你就算暗示了給她聽 春虎發現了這句話 然後就說 你這個賤女人 你敢來玩我 我更加是會不喜歡你 其實這件事 他要冒一個風險 不是 這個概念在於是什麼 夏木 是想不到 他對張子的愛是這麼大 肯定 肯定 我不說張子 正經講 他對北斗這個女性 對他來說是很重要 其實想問 說起北斗 他其實是不是一條龍的角色 不是 但那條龍好像也叫北斗 不是 暗示了 很明顯就是夏木派來的 因為他說得到 那個女性的北斗 即是那條龍 是一個操控式的色塵 其實 只不過是夏木 在一個角色扮演的遊戲 代替下去 其實那個北斗的角色 就是夏木的角色 嗯 其實 一通殺底 是男一蠢 你這個位置 作為一個正常的人 如果被人知道自己被人這樣玩 你在那個當前的位置 就是夏木派 其實某程度他就坦白 難道在那個時候 其實他是我來的 可能真的 崩潰成十 可能真的 但你暗示給他 其實是沒得解的 那個位置其實是沒得解的 因為我是想這條女 應該說我不是想你現實的角色 我是想你虛擬的角色 死了 就是想北斗 至少在那個位置 在好感度上 若然 我自己這樣想 兩條女 現在叫他選一條 他會選北斗 甚至乎是北斗 告訴他 北斗的一張紙 他都會選北斗 唉 這個不敢肯定 你這樣說 你這樣說 他的角色扮演是很成功 成功到是 我不是輸給任何人 我是輸給自己 我是被自己打敗自己 不要自安慰 真智不是你 你不是真智 就算了 沒辦法 這個位置其實是死位 我覺得其實 但其實我覺得 故事講完頭三集 才是真正的開始 理解 可以入學才是真正的開始 尼牌的 你記得上過一套 什麼鬼呀 貧困的少女 開頭講完三集 不知在學生門 才會去整理讀學校 他的陰陽師之路才剛開始 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 阿昌虎仍然拿著一張紙 在那裡情深 不停默默地看著一張紙 大哥 他有一張新的紙 一張羅來的 那個是他爸爸給他 他爸爸知道他崩潰了 所以還給他一條女 這個就是後話 對他來說 他只要是紙 是要有一件事 就是 如果 下目不是等於北斗的話 北斗作為一個女性的角色 下目是永遠沒有行的 其實現在的個案 其實是一樣 只不過他現在 多了一個設定就是 北斗其實是等於下目 但是 對 對 對 川普來說其實是兩件事 就是 就算你跟我說 回到他都未必能接受到 我覺得 但是現在更危險的情況 就是當他陷入了這個 這麼喜歡北斗這張紙的情況下 他創造了這個北斗這個 這件事出來 反而導致他沒有行 所以就說他是被自己打敗自己 即是你說你被別人打敗 你都可能可以更加優勝 但是你被自己打敗是很難出現 不是 是被自己創造出來的打敗 對 那沒辦法 死靜 死人是打不贏的 大家知道 對 而且一隻死的字更加打不贏 還有那個結局 是死去懷慮的結局 Bang的結局沒有了 很深刻 可過可入 真的 我也想不到怎樣救他 其實很老實說 沒有 唯有洗腦子而已 讓他失憶 這個就是唯一的解法 可能 當然 當然你說去到學校 但通常失憶那個 劇情設定 通常就是後面不知道 因為什麼原因 你掉起 然後哭了 不是 接著他認識了另一個女生 應該是 他也是沒有學 就是持續悲哀 怎樣 真是發達 沒辦法 入到學校 其實 暫時來說 比較典型走向 有個 樂嬌的角色 樂嬌的角色 樂嬌很厲害 他說 你們行校的那種學校 包給你入學 喂 是你事實 你入學 包給他 即是你有麻糞 哇 我到現時為 我看這套 我都比較期待 一件事 是不是每個陰陽師的涉忌 都是很厲害 哪個陰陽師 你想說 不知道 至少你現在看到兩個有頭有名 又是女的陰陽師 涉忌 好像他的朋友也是陰陽師 不是 他的朋友不是陰陽師 他上次做陰陽師 他的朋友也是入學 但他 還沒說到有什麼能力 還沒說 還沒說 看他之後 他涉忌有什麼能力 憑他Payboy的外表 我相信一定有 哪個陰陽師 不知道 暫時這套 都可以說 比較公式的沉悶 有哪一套 現在不是公式的 可能今季有三套 陰陽師類型的 如果動畫很難做到 你猜不到他的劇本 是想發展到什麼 關事 應該是白癡 角色的性格 大家就套公式 即是作一個無心 又拿一些公式 打托餅印 然後你又不敢 你又不敢 在這個公式之下 去做一些太超越的行為 是這樣的 不過老實說 對我來說 這套 唯一的驚喜 唯一的驚喜就是 原來 只是超越不到個人 我唯一比較欣賞這件事 最好 始終這個世界有件事 對某一些物品 是有特殊的感情 對一個人來說 你已經是女神 對春福來說 北斗已經是一個女神化的角色 但他在這裏的時候 他又不珍惜 他不在這裏才算 一向都是死了才算 這套 看看到原番的時候 應該可以逆轉 看一張紙 過了多少集才被人打敗 那張紙 你不是看了蝕技是甚麼嗎 蝕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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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第二項點 我看花達的Desma 看看最後下部會不會得到 我猜他應該這些作品 憑他的奧嬌性格的話 應該到最後還是沒什麼寒 唯有變成一隻筆斗給春福 不是 將自己變成筆斗的存在 樣子 整容 再整個筆斗 才有寒 有機會有寒 有辦法 很主意你 怎樣 又成為甚麼色神 好 那我們這套到這裏 我們下一節繼續